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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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最近的生活是非常忙碌的 除了我有Nix Master的课程在搞 然後正職要回 還有一個部份的工作 最近是豐富到可以說是 進入了我生活最主要的幾個軌跡 就是做演唱會翻演的機會越來越多了 因為COVID期間所有韓星都必須取消他們 來歐洲開演唱會的機會 現在COVID-19完了之後真的報復性 很多韓星都一窩蜂來歐洲 大家平時在我的Vlog那裡看到我去做韓星的翻譯工作 都會問我說我是怎樣學韓文 但我每次想分享給大家 我學這些小語種的經驗的時候 我都怕會誤導大家 因為我自己對於每一個語言的學習心得是不同 根據那個語言它自己的自身特色來說 和我學習它的時候的難度 或者投入的時間精力都是很不同的 所以今天我就想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樣學我認識的各種小語種 和學的時候有什麼心得 第一個就是可能對大家來說最重要的英文 我自己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 是普通的中文小學 去到中學就在英中 我小時候一直以來的英文水平都是正常 我沒有說家裡有公文姊姊跟我說英文 有家人住在英語地區 我經常會去玩的 沒有的 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香港女生 在小學學英文 去到讀中學的時候 我在我學英文的路上迎來了一個轉機 就是有一年的暑假 我媽媽把我送去加拿大她朋友的家 住了兩個月的時間 在加拿大那兩個月 說真的 是對於我對英文的知識 是沒有增加的 尤其是在Toronto這個 有20個population在Chinese的時候 我身處一個講英文的大環境 但是這個大環境是不會 好像一本書一樣 八字黑字一樣 將一些英文知識 英文grammar的詞 會灌輸我的腦袋 不是這樣的 轉機是發生在 在這兩個月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變了一個 講英文很有自信的人 我覺得是當時一個很幼稚的想法 我就是覺得我在加拿大住了兩個月 我現在相比起我的同班同學 更加有一個理由 可以去好好地講英文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學語言的路上 開口說是真的很重要 它未必真的可以去增加你的詞彙量 但是它會令你對於這個語言 不再膽怯 不再覺得有壓力 初初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第一次接觸一個沒有語言的環境 我要去開口 跟一些native speaker說話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點怯 去擔心他們會不會笑我 會不會覺得我的口音不漂亮 但是真的說真的 你一旦踏出第一步 你會發現根本不需要過度的擔心 因為轉回這個角度去想的話 如果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 在香港跟你用廣東話說話 你是不會去笑他的口音 我們不會去笑他的詞彙量有多差 我們只會覺得 他做一個外國人 有努力去學我們的語言 已經是很值得欣賞的一件事 為了可以把自己擺在一個native speaker的環境 去嘗試進步你的英文的時候 我真的有很多朋友 包括在法國和香港也好 都有用一個叫做Cambly的網站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是因為他們在那個網站上遇到的英文老師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很專業得來 但很有趣 很有人生閱歷的老師 他們跟老師經常聊天之後 已經成為了好朋友 所以偶爾會跟我說到他們老師的故事 Cambly是一個來自美國San Francisco的一個網站 它是一個專注於北美真人英文老師一對一的一個線上售貨平台 平台上面有超過4萬5千位註冊的英文老師 當中有超過90%都是來自英美澳加這些國家 這些老師都是經過了成功率只有4%的一個篩選 去最後成為Cambly的老師 去保障他們的平台上面 教師的資質一定是足夠優秀的 相比起其他平台 你可以在Cambly 24小時都可以找到老師和你上課 就不用擔心時差的問題 或者一些臨時想上課也找不到老師的問題 Obviously with Thai there's like none of that but the grammar is very simple, easy to learn And they don't have punctuations, don't they? They don't even put spaces between the words It's so weird, how do they like, how do they read? It's really hard And you just go to shop when you, like when you go to the cheese Please shop the cheese That's how the person that you're doing this for hotheads So the cutting It's the right Um, right Um, shape You can also in the platform 找你喜歡的口音老師 If I can choose 我想再學過英文 一定想學澳洲口音 In the crew members 還有很多身份很特殊的老師 有些是音樂家 DJ Pilot 甚至是私人都可以找到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些跟你自同道合 可以刷出到火花的老師 每一堂完結後 你都可以去看上課的recording 和文字的回顧 如果大家對於CAMBLIE這個平台有興趣 但又不肯定是否適合自己的話 可以用我的promotion code MD2305 拿到20分鐘的一對一試堂機會 隨時在你們空閒的時候 選擇老師上課就可以了 而且今年6月底 剛巧是他們品牌的11週年WonderDoor活動 連家用戶最多可以享受全套餐50%off的優惠 上面還有成人兒童一對一課程 甚至是小班課程都可以用 最低一堂課不用50元 所以性價比其實真的很高 接下來跟大家說一下我怎樣學法文 很誠實這樣跟大家說 法文是我學過的語言中 我想除了中文之外 最難的一個語言 我在香港我們家 完全沒想過要移民法國的時候 我媽媽已經幫我報名 在香港的一個法文課程 每個星期一堂 一堂一個半鐘 但很老實 在那個年紀 就是在說十一二歲的時候 去上這些一個星期一堂的課程 我上一年下來都不知道自己學了什麼 一來是我們年紀小 我們不是憑自己的一個意識 存在在課程裡面 二來就是一班同學 都是同年紀的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你們根本就沒心去學這個法文 所以我們家在完全不懂法文的情況下 我家來到法國之後 我媽媽就有再幫我報課後 同一個機構 在我們當時叫斯德拉斯堡 那個城市的一個法文課程 不過當時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之後 就不是一個星期一堂了 而是說每日一堂 而且當時有一個任何年齡都可以參加的班 所以除了我一個十四歲的時候 其他人全部都是一些成年人 在那個班裡面的那個氛圍 是真的大家都想 並且有需要學懂法文 我自己個人對於學法文的建議 就會是因為法文的結構真的太複雜 他的Grammar一來有很多的rules 二來有很多的exception 他的exception是多到我會直接建議 學法文的大家不用去背他的rules 譬如說大家都知道 法文裡面每一個名詞都有分音量 一張桌有分音量 一部電話有分音量 一棵樹有分音量 為什麼他寄這些東西是音還是一樣呢 如果你上網查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list 跟著list上面的方法 去看那個字的最後幾個字母 去分辨它是音量 但就我看這個表格雖然是有用 還有很有系統性的 但是他在這個表格之餘 太多exception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這些對於你的學習 效率的幫助是不高的 而且法文還有一個很反的位置 就是他的書寫的grammar 和我們日常生活用的grammar有不同 書寫的時候我們用的過去式 和我們說話的時候用的過去式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conjugation 所以如果你想靠看小說 看書去學法文的時候 又會是一個不是很高效率的方式 所以我對於學法文的建議 就會是多些接觸一些日常生活 會用到的用語 因為我自己到現在書寫的那種 過去式我都是不懂的 接下來說一下怎樣學韓文 其實韓文是我目前覺得 我學過的語言裡面最簡單的 我學韓文的時候 一開始在youtube那裡找了一個 我不記得是大概十條片的一個系列 裡面是一位講中文的老師 用中文去教韓文裡面 最基本最基本的grammar和讀音 看完那十條片之後 我就沒有再借了任何其他教材去學法文 就是靠追星和看中藝 因為韓文裡面我覺得 對於初學者來說 比較複雜的位置 可能是因為他的每一句句子 最後有很多可以說是語氣助詞 那些語氣助詞的不同 會令到整句句子的意思都不同了 例如我們可以說 然後可以說 或者說 又或者可以說 這樣他最後那幾個字的不同 會令到整句句子的意思 完全完全不同了 但這些位語氣去記它 你不如去看一些中藝 因為在中藝裡面 你可以將那個句子 和裡面的人物 他們在經歷的東西 或者他們說話的語氣 去造成一個學習的效果 韓文的時候最喜歡看的就是 以前叫超音回來了的那個series 因為裡面有很多小朋友的時候 那些家長對小朋友說的話 都是非常非常簡單的韓文 就是單字 或者是很短的句子 小朋友回答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單字 你很快就可以 catch up這些句子 譬如說家長會說 然後小朋友說 這些會是一來很短 熱來在整個series裡面 經常重覆出現的東西 重覆這樣去聽 原來是不同的場景 聽到同一個句子 但可以讓你對這個句子 有一個很充分的理解 我自己覺得 作為廣中文的人的時候 你學韓文應該不會太難 再包括它的發音 其實都是很適合廣中文的人去發的音 需要再掌握多一點韓文 在不同的情境上的運用 其實掌握韓文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波斯文的話 大家知道我是在巴黎的大學 undergrad就是讀波斯文的 但波斯文呢 其實我也挺推薦大家學 因為我自己覺得 波斯文是我學過的所有語言裡面 最少exception 它幾乎所有的gram 都可以通過一些很簡單 你可以背的rules去推算出來 而且它的書寫和發音都是非常簡單 我學過的語言裡面 我覺得發音最簡單 有兩個語言 一個是波斯文 一個是德文 但是波斯文有一個很痕症的位置 我到現在都想起這個頭痛的位置 就是在波斯文文字上面 是沒有AOE這三個vowls的 就是說一個字裡面 如果它是有一個A音的時候 你寫的時候 是會直接skip了A音去寫出來 比如說眼睛在波斯文裡面 叫Chesme 但是你寫的時候 你就只會寫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 見一個新的波斯文單字的時候 你是沒辦法 看著那個字 就讀到那個音出來 韓文就是所有的音字 已經很明確地寫在那個字上 但是波斯文 你遇到一個新的字的時候 你是不會懂得 最後就講一下印尼文 其實印尼文我只學了一年 我覺得印尼文是一個 非常非常適合身手去學的語言 因為如果你拿一個印尼文的句子 把它直譯做中文或者英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裡面散略了很多它可以散略的東西 譬如中文我會說 我的名字是Medi 但在印尼文我就會說 Namma sayamedi 即是說 名字 我 Medi 這樣就是它形成一個句子 譬如我們叫一位女士叫Ibu 然後如果我們叫很多位女士 我們就叫Ibu Ibu 但是印尼文給我的一個印象 是它的詞彙量非常非常多 其實有很多字很相似 但是意思完全不同 所以我去考印尼文考試的時候 每單字是很大的一個習慣 我自己感覺印尼文不像波斯文 或者不像中文 你可以根據那個字裡面 可能它包含了其他字 去猜到它想說哪一方面的東西 譬如我們說一棟樓 然後我們樓這個字可以是樓宇 可以是樓頂 可以是樓層 那這幾個字我們看到裡面有一個樓字 我們都可以associate它 是關於樓的 但是在印尼文裡面就沒有這些 它每一樣東西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寸法 所以我覺得印尼文對於日門來說是很輕鬆的 你去學它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一來就很長 但是當你真正想深入地了解它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背的動作要去進行 看看你是否可以接受這麼多去背的動作 我記得我在以前的影片裡面也說過 我覺得學語言 它的好處不僅是你掌握了語言 而是一旦你掌握了語言之後 你可以去開闊的那個世界觀的知識層面 就多了很大的一個範圍 而這個範圍是可能你如果不懂這個語言的話 你是沒辦法去接觸的 譬如說我懂韓文 如果有一個社會議題我很感興趣的話 我可以用英文去search 用中文去search 再用韓文去search 我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人對於這個社會議題的看法 或者這個社會議題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geographical地區 它們有什麼不同的影響 這個才是我覺得學語言真正的意義 當然你不需要每一個語言都學得很精 你就算只懂得兩句 懂得打招呼 可以令到你很容易去認識那個文化的人 然後那個文化的人都可以帶到很多價值觀的參考 或者一些文化的輸出給你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到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